第2320集 没错 是我 南宫婆冷冷地说 我才多少年不在南宫家族 你们就把南宫家族搞成这样子了 你们还记得祖勋吗 你们还配提先祖吗 南宫婆的声音凌厉 偌大的一个南宫家族弄到同族相残的份上 行啊 你们都真行啊 你们都是真的是有本事啊 当年先祖以忠为本 才有了南宫家族世代相成几千年 可是现在先祖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尽了 丢尽了呀 同族相残 数十人死于争权夺势之中 你们是真有能耐啊 南宫婆 你已经发誓离开家族 不到家族生死存亡之际永不回来 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南宫北门喝道 现在南宫家族不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了吗 南宫婆盯着南宫北门 南宫北门 你为了一己私欲 让南宫家族陷入内斗 你就是罪人 我现在还是南宫一族的族长 来人 将这三人与我拿下 关入牢狱之中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放出来 南宫北门大怒 他猛地站起来 周边的族人齐声高和 当下 十余人站出来 围住了在场中的三人 南宫北门 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 坐在家主的位置上 南宫音高声道 无德无能之罪 你凭什么 放肆 我现在就是家主 我拥有长老团的支持 你们说你们支持谁 南宫北门快气疯 南宫音现在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逃亡者呀 可是现在这么一个小辈 逃亡者 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吼他 他堂堂真武家族组长的位言何在 他还要不要面子了 但是他这一声吼下去 原本该呼应的长老团 居然没有一个人应声 这让南宫北门大怒 他回首怒吼道 干什么 你们为什么不回应 因为有我在 他们不敢回应 南宫婆哈哈大笑 曾经作为南宫家族的第一人 即使我数百年不出现在南宫家族 但是那些人还是要听我的 南宫北门 我现在正式罢免你家主之旨 由南宫音代任 你是疯了吧 南宫北门像是看着憨憨一样的 看着场中的三个人 就凭你一句话 就想把我从家主的位置上拉下去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她是一个女人 她有什么资格坐上家主之位 哪怕是赞贷也不行 她没有资格 家主的位置 从来就没有女人坐过 是吗 或许她有资格呢 或许你们的真族 想让她坐到这个位置上的 你怕不是傻子吧 我们的真族已经不在了 就算是在 也不可能让一个女人 来坐到这个位置上的 南宫北门哈哈大笑 叶浩玄的话 她根本就没有放到心上 是吗 那这个东西 你认识吗 叶浩玄右手一招 只见一柄金色的长弓 出现在虚空中 重弓通体金火 一出场 其强大的威势 让场中所有人都震惊了 苍穹之劫 这 这是真族从不离身的苍穹之劫 这怎么会在这里 这怎么可能 南宫北门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地 看着半空中的苍穹之劫 一时间后退了几步 跌坐在了椅子上 错不了的 这就是真族用过的东西 当年他们的真族 用这把弓连破九日 这才拥有了英雄的称谓 他们的家族 也正是因为这把弓而兴起 上面的气息是错不了的 那种视天地为无 大到舍我其实的感觉 不是随便一件武器 就能散发出来的 哼 我知道 你不甘心 你肯定不相信 叶好轩上前一步 他指着半空中的苍穹之劫 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卫面 见到过你们的真族 他用最后的一丝神念 让我将苍穹之劫带回来 而且 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传承这把弓 那我问你 拥有苍穹之劫的人 有没有资格做你们的家主 就算是有苍穹之劫 他也没有资格 他是不可能驱使得动 苍穹之劫的 这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 南宫北门思教道 他直到现在也不相信 南宫因能驱使得动这把弓 就算是叶好轩踩了狗屎运 真的见过他们 真足后裔 但是苍穹之劫是远古的神器 也只有真足那种拥有强大血脉的人 才能施展得动这种武器 南宫因这种人 是没有资格施展得动的 我就知道 你会有此一说 行 既然这样 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去 拿起它 证明给所有人看 你是被一网选中的 叶好轩向苍穹之劫 一指 他看向了南宫因 南宫因呆呆地站在当场 说真的 他没有勇气 真的去动苍穹之劫 他不认为自己 拥有被真足承认资格 因为这是苍穹之劫 没有强大的血脉 是根本驱使不动的 他不敢 他连碰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真足也不可能会承认他的 南宫北门疯狂地大笑起来 叶好轩 谢谢你将我族神器带回来 现在我要带真足收回这件神器 南宫北门很自信 他自信自己一定能驱使地动这件神器 因为他现在是家主 如果连他都驱使不动这件神器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驱使地动了 他一跃而起 右手张开 去抓半空中的鞠躬 可是 当他的手机要碰到鞠躬的时候 一股极强的反振之力将他反弹回来 一道金芒冲天而起 南宫北门连摸都没有摸到这把弓 便被这道金芒给反弹回来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一时间面色惨白 没有一点血色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现在是家主 我为什么不能驱使地动这把弓呢 南宫北门不敢相信地看着半空中的弓 他被现实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 他原本以为 他是家主 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他才能驱使地动这把弓 但是他却碰都碰不到 因为你没有资格 南宫阴突然充满了信心 他上前一步右手一抬 只见半空中的巨弓缓缓落下 落入了他的手中 他右手虚空一抓 三根金色的剑芒自动形成 他持弓向上一箭射出 轰的一声响 毁天灭地一般的力量从弓身上发出 秘境的弓殿顶端被射出三个巨大的空缓 三根剑光直冲云霄 呼啸两久 这才消失在闭空之中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驱使地弄这苍穹之劫呢 你只是一个女人啊 南宫家族之中历任家主 是不可能让女人担任的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这不可能 南宫北门简直要疯了 眼前的这一切 让他陷入了癫狂之中啊 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因为南宫殷是小辈 同时他还是一个女人 在南宫北门看来 女人是不可能拥有真祖血脉的 他也不可能被真祖承认 但是可惜的是 事实就是事实 南宫殷现在手持苍穹之劫 一时间荣光无限 拜见家主 秘境之中 这上上下下数千号的人 同时跪倒在地上 他们恭敬地向南宫殷失礼 苍穹之劫的回归 代表着真祖的回归 他们南宫家族 终于要在六大真武家族之中 崛起了吗 南宫北门疯狂地吼叫着 壮弱疯子 直到所有人都跪在地上 他才突然安静了下来 看着手持苍穹之劫的南宫殷 他突然发现 自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南宫殷手持的是苍穹之劫 那个只有真祖才用过的神器 现在就在他的手中 虽然他只能发挥出苍穹之劫 万分之一的力量 但是这代表着 他已经被真祖选中了 以后他便是南宫家族 当仁不让的家主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南宫北门 你是不是还不服气 南宫殷手持重弓 盯着南宫北门 我不服气 我不甘心 这个世界改变得太快了 南宫家族 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来做家主呢 这不可能 南宫北门突然有些神经质地笑了 他喃喃地说 真祖 有这么可能会承认你 你有这么可能觉醒远古的血脉 疯了 这一切都是疯了 事实就摆在这 忧不得你不信 南宫北门 你陷害同族 让南宫一族陷入动乱 同时造成南宫家族数十人陨落 你的所作所为 有腻祖训 我现在罚你在天行台 受天雷尸体之心 你可有异议 我 我异议 南宫北门缓缓地跪到在地上 他仰天惨笑 本来以为啊 他拥有欲偿的知识 能独占南宫家族 同时让家族的地位上升几个等次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落到这一步 现在欲偿不知所踪 他的支持者也全部倒向了南宫阴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成王百寇 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天雷尸体 那是南宫家族最惨的刑法 在那滚滚的天雷之中 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 来人 带下去 及时行刑 秘境最高处的一座孤峰之上 南宫北门被铁链锁在那里 他仰望着天空 半空中无数的紫电隐隐 因为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极高 这个地方又是中年雷电 而且这些雷电又非是一般的雷电所比 这是九天神雷 能吞噬一切 以他现在的修为 是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了这种雷型的 轰的一声 一声巨大的雷声响起 南宫北门的双眼中 映射出了一道极强的紫电 紫电在他的瞳孔之中骤然放大 然后他整个人被紫电吞没 他所有的意识在这瞬间消失 无影无踪 南宫家族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南宫英和叶好轩并肩走在秘境之中 为什么我会得到承认 南宫英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他其实心里清楚 他是不可能得到苍穹之戒的承认的 因为你们家主 托我为苍穹之戒找一位主人 这个主人 必须能担得起责任 你担得起责任 所以他就承认你了 我自己是什么情况 我心里清楚的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量 况且 我还是一个女人 你们真阻托我的时候 可没有说这把功必须要找一个男人 女子示弱 但是只要担起的责任 扛得起别人扛不下的东西 那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可是 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 我就这样拥有了苍穹之戒 本来我以为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翻身了 我眼看着我那一脉的族人 一个又一个地死在我眼前 但是却无能为力 那种感觉 真的很无助 我以为 我这辈子都报不了这个仇了 有些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 那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你的大仇不是已经报了吗 而且你推翻了南宫北门 重新夺回了南宫家族 你带回来了苍穹之劫 这家主之位 本来应该是你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让出来 要知道 控制了南宫家族 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再怎么说 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外族人罢了 所以有些事情 我也不想去担那个责任 你们南宫家族自己的事情 还是由你们自己处理比较好 不管怎么说 能解决了这件事情 就是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